今天要用建立一个大家都可以Key的 那当然第一个你必须要一个账号 是你的Google的账号 Terry28853669 打错了 登录之后再找到那个你的文件 像我在这边就放了 大概有我估计因为我空间有10GB 那我放了大概有6GB以上 所有东西都把它放上去 而且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做像刚刚同学的 就是班长的需求 就新增表单有没有 新增一个表单 这个表单就是以前我们所谓的资料库 后端的资料库 那这个资料库上面的标题 比如说叫做同学通讯如何 好了 比如说同学通讯录 然后 副标题也一样好了 接下来的话 这边呢 理论上一般会是中文的 可是有的时候他可能语系自动会改成英文 不会看得懂就好了 第一个就是说呢 你的question 你的问题 有没有 这个问题就是说 姓名 那姓名他用什么格式 用text 有没有 你的名字 那是不是 一定要 一定需要的 是吗 对不对 所以是打勾 一 二 三 当 第一个就好了 第二个的话呢 是什么 所以这边的话 我再edit着 这边有一支笔 edit着 第二个问题是 要输入什么 姓名 姓名 学号 学号 还是什么 学号 学号 那也是文字 那第三个 这边底下还可以再新增 有没有 所以你这边底下 就可以再新增一个 记得好像这边底下在新增 新增项目再新增一个什么呢 因为 它预设只有两个 选项 所以 第三个就在这边 如果是文字的话 那你这边就写text 那第三个就是 第三个是什么 电话 电话email 那也是一样 一定要 新增text 然后再来就 第四个是 email 也是一定要 所以 你若明田送出就不行 这样就考了 这样好了之后的话 接下来就把它save save之后呢 它就自动存成什么 VP同学通讯 那底下不是有一个发布 或者电子邮件发布吗 那你要发布到哪里去 比如说我要发布到 这个 我自己的信箱好了 或者是说 我们可以发布到哪里 发布到论坛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要发布到论坛 那发布到论坛 论坛这边底下 我记得是有一个 这边 我们的email在这里 这个 vbnet2008 那我就把这个 发布到这里 那就把它直接这边 第2个 逗点 直接 逗点 然后把它发布出去 按save save出去之后呢 那这边 最后最建议是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 布景主题 这个背景 如果你要让它漂亮一点 随便选一 简单一点 那这样的话 当然会有一点乱码 不过到时候 save出去是不会有乱码的 按套用就可以了 套用之后呢 我们再来这个 这边来看一下 我们的论坛里面 就会有刚刚那个连结 我们这边 那我就把它发布 张贴 张贴之后呢 你们可以在这边 讨论主题 可以看到 登录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会有一个 是我刚刚save出的 一个 一个主题 刚刚 通讯都在这 新的留言 新的主题进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 再save一次好了 这个 比如说邮件 再save一次好了 可能刚刚我加了 那个布景主题 好 save出去之后的话 再看一次 重新整理一下 这边有一个 那也就是说 到时候呢 直接你们就可以在这边 Key 资料 就会有 有那个 资料出来 这边 同学 同学 通讯 看一下 在这边 这边有个link 点开来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就好了 好了以后呢 比如说我今天 我先Key 一个 学号 我学号 小便Key OK好了 好了这按提交 提交之后呢 我再返回表单 可以继续填 或者是 我要看结果 在我的 我自己的 是我 我这边 如果我要看最后的结果呢 我直接开启 刚刚那个建立的档案就可以了 看一下刚刚那个档案 在这里 VB同学路有没有 打开来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了 这些资料呢 都会在 这个Excel档案里面 那如果你们都Key 完之后 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汇集起来 那如果说我要把这个 分享出去的话呢 这边也可以设为共用 就是说到时候可以贴到那个 那个论坛里面 那你们到时候就自己可以看到那个结果 甚至我可以把它放在网页里面 那大家就列出来就是那个结果 这边的话呢 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做法的话特别注意 第一个 先登录到你的 登录到你的那个 你们的那个 这个Google里面 Google的文件 Google的文件 Google文件里面呢 接下来就是说呢 进到Google文件里面的 有个表格 这边 他有一个 在这个文件里面 第一步就是先建立一个新的 这边有个新增 有没有 表单 新增表单之后呢 你就照这个方式 你的问题 然后呢 你的 最后是否 一定要填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主标题 副标题 那其实我这边也有 提供之前的那个 流程 其实你们在我的部落格上面 只要搜寻一下 所谓的那个 学习签照铺 那么在这边 按搜寻 搜寻之后呢 这边就有一个 我以前写过 我刚跟各位讲 用Google文件 产生表单 让私生互动 变简单 的这个标题 点进去之后呢 那我就分享 怎么去做了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甚至如果你要放在你的 部落格里面 你可以 选择以迁入 就像我那个 迁道部 那个 学习生道部一样 另外呢 最后如果你要看那个流程 这边还有线上教学 点下去之后 就是YouTube的播放 有一些细部的流程 假设说你 比较不清楚的话 直接就可以播放 有没有 文件里面点进去 然后新增 表单 这边就可以 那当我这边秀出来 是中文的 就是刚 可能是因为语系的关系 变成英文的 那这边 一步一步 我怎么去做的 我这边都有一个 流程 那如果说有不懂的同学 反正就把这个 慢慢看过一遍 大概就知道怎么做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想你们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试试看 另外就是说呢 等一下 你们进入到那个 我们的论坛里面 那这边有一个 有没有 刚刚提的这个 你就把这些资料填上去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然后 有一个资料夹是怎么用的 如果资料夹按右键 它有个新增资料夹 对啊 那东西要丢到资料夹 拖拉进去就好 选取拖拉进去就好 选取拖拉进去就好 我轮件里面可以放无限多个 就是可以 把它当成网路硬碟来用 不用 不必用那个什么上传就好 不用不用不用 就是见资料夹 然后你就把它丢进去 丢进去就好 那里面放了 大概六七GB的空间 那论坛只有100M 对啊 所以我之后 就是换一个方法 有论坛100M 然后我其他不够用的话 我就用文件 文件里面 它可以 建一个资料夹 那我比如说 我把资料丢到文件里面 再把那个连结 贴到那个论坛里面 那有些学生 他们就去 点论坛 然后就连到 那个文件里面 那那次我分享 他们就下载 上次有 丢一个100多M的 的那个档案上去 大概也都可以下载的到 还蛮好用的 速度也算够快 文件里面 不错 很快啊 对 直接拖拉丁 主要是使用上 因为 之前也有几个Case 也是本来是要写 写程式的 然后 后来我想说 这种东西 几个人用而已 你为几个人服务 就要写程式 实在是很浪费人力 我说 那这样好 你们就用那个 就是表单的方式 帮你们建立好 你们就自己 这样用就好了 甚至把 那个 Excel文件 摆上去 那你们要改 你全部 这个group 共用之后 你们自己去开 自己去改 就好了 那 一定有一个 最大的权限 其他 只能看到自己的 这样来管理 就可以 取代以前 我们要 花很多时间 写程式 这种麻烦 当然这个只是 应急用 里面当然最好 还是要写一个 对 如果说是 长远的 要来用的话 当然用 用这个 撰写程式 会比较 比较久远 好